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了 这里有个卖包的 一位大妈拿了好多东西走了过来 在市场买东西买多了 有没有大一点 轻一点能把它们全部装进去的包 大妈早上买了水果 面包 红酒 还有好多好多蔬菜 走到了卖包的地方 想要买一个大大的包 把它的东西都装下去 那宝贝们 依你们看 觉得哪个包最合适呢 是不是这个白色的包最大的包呢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微微一笑 推荐大妈买一个粉红色的小提包 这么小的包 怎么装得下呀 这么小小的一个包 真的能够装下大妈手里所有的东西吗 别急 你看 那一包人啪的一下 打开手提包 从里面冒出来一块大布 大布把大妈的东西一裹 就轻轻地飘了起来 好方便的包啊 大妈买了包 兴冲冲地回家去了 这个包从外面看起来小小的 但是里面有一个大大的布袋子 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进去 原来这个粉红色的小提包 有着这么大的魔法 接着来了一群活泼的孩子 我们也想像大姐姐们那样去郊游 有没有小一点的杯呢 孩子们一起问道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微微一笑 推荐孩子们买一个特大好的杯囊 这么大 怎么拿得动啊 卖包人 推荐孩子们买下这个最大的杯囊 挖格子的 但是这个包好像有点大 比孩子们都要大 难道这个包真的合适吗 你看这里 刚买完菜回来的大妈 她的包包拎着所有的东西回去了 上面有她买的所有东西 果然这个包充满了魔法 那孩子们真的会买下这个超大的包吗 别急 你们看 卖包人 刷的一下 打开了杯囊 小杯囊 水壶 饭盒 和零食 一个接一个的 从里面飞了出来 接着 大杯囊 变成了 好多小块 成了 大家的坐垫 原来 这个大杯囊 里面装满了 孩子们 要去浇游的东西 有 好多好多 吃的东西 和小杯囊 都在里面 而且它 最后还会碎成 很多小块 变成坐垫 看来 这个大杯囊 真的是最适合 孩子们去浇游了 哇 便当 我的水壶 太好了 我的零食 孩子们 炒成了一片 过了一会儿 他们排好队 去浇游了 又来了一个小姑娘 她是和爸爸妈妈 一起来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小胯包 当礼物 小姑娘把自己画 拿给卖包人看 画上小姑娘 想要一个黄色的爱心背包 上面印有红色的小草莓 是一根红色的胯绳 那这里真的会有小姑娘想要的这个包吗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 微微一笑 推荐小姑娘买一个黑色的旅行带 啊 一点也不像 别急 你看 卖包人 一打开旅行带 好多气球 彩带都飞了出来 生日派对 开始了 打开背包 里面蹦出一个好大的蛋糕 大家都开始参与小女孩的生日派对 哇 还有生日蛋糕 还有礼物 她打开礼物盒一看 正是我想要的小胯包 小姑娘兴高惨烈的回家去了 这个黑色的大布袋 里面装有充满魔法的蛋糕 还有小女孩的礼物 小女孩和爸爸妈妈妈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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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男孩吹着笛子走了过来 我想要一个装笛子的漂亮包 那这个最合适了 卖包人微微一笑 推荐男孩买一个提栏 嗯 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小男孩想要一个包包装笛子 笛子是又长又瘦的 但是为什么卖包人推荐他买一个小小的小提栏呢 这个提栏又有什么魔法呢 别急 你看 卖包人一打开提栏 就从里面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 我也想一起吹 那你就悄悄的跨进去看看吧 小提栏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音乐会 里面的人和小动物正在演奏 小男孩真的可以跨到篮子里面去吗 不知什么时候 男孩已经在篮子里和大家一起演奏起来 哇 好开心呀 小男孩说到 你随时都可以进到篮子里 卖包人挥动着响呼噜说 男孩买了包 蹦蹦跳跳的回去了 小男孩和卖包人都跨到了篮子里 和大家一起开始了音乐派对 这个包包 小男孩以后都可以随时进来 是不是很酷呀 傍晚了 卖包人该收摊了 他把剩下的包一个个收进手提箱里 无论多大的包都会被松的一下吸进去 傍晚时分 大街上变得暖哄哄的 大家身上都出现了落日的橙色 包一个也不剩全都进到手提箱里了 然后卖包人也进到手提箱里 嗨 该回家了 啪哒 手提箱的盖子合上了 手提箱大不得走了起来 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故事中大家都买到了自己新满意足的包包 那宝贝们 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包包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